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了 当球队老大这种事 不能光靠动嘴巴 实力才是硬道理 库子玛和普尔属于同级的球员 都有总冠军 目前均摸到了全明星猛坎 一个上赛季常规赛场均21.2分7.2板3.7柱 一个场均20.4分2.7板4.5柱 而又考虑到库子玛已在其才打了两年球 在普尔现阶段尚未超过他情况下 顺势尚未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齐尚书所说的话并不是在吹牛 是结合实际做出的正确判断 当然 普尔不甘心当小弟几人篱下的话 将来有机会去实现逆袭 很简单 用球技让库子玛跪下唱征服 球场上谁才是真正的画室人 实力乃最后最终的答案 记得登哥和顶住林峰狂光环的林初豪 12-13赛季同时投奔于火箭 当时一开始还有不少人为两位谁才是 BOSS争论不休 抄起键盘拼命兑现 然而登哥仅用了短短几场比赛 就让世界明白该争论只会白费口舌 如今普尔也留起了胡子 距离生涯首次担任球队老大 同样只有一步之遥 就看接下来能否复制登哥的成功 让勇士每晚哭到撕心裂肺 整天追悔莫及 酷子玛 喂 都没人在意我的感受吗 林初豪 兄弟 我懂 我明白 提前赔一根 对了 普尔跟追梦关系不好 不代表和其他勇士前队友也老死不相往来 最近和库里汤神等人一起训练 看起来并没有受到分道扬镳的影响 毕竟曾经有过共同夺冠的经历 这样的故事弥足珍贵 不会轻易就被抹灭 要是追梦没有出难一拳 他跟普尔现在应该也能称兄道弟 可惜只要动手了就再也回不去 短期内两人注定不会和解 特别分开后更没什么机会去和解 主要是普尔仍耿耿于怀 始终不肯原谅追梦 追梦对此则一直比较愧疚 谈及到普尔离对相关问题时 持祝福的态度 并看好他在其才能快速成长 有的人分开是为更好的相遇 有的人分开是来之不易的解脱 普尔显然是第二种 不可否认是勇士挖掘并培养了他 可就上赛季而言 其瞎眼可见难受 矮凑 在库里等人身边打球注定是绿叶 心气高的都不可能愿意长期接受 于是跑路乃如愿所长的事 这是锦州拉文的搞笑瞬间 也是勇士高开低走的赛季所以 2018年的休赛期风起运用 詹姆斯宣布把天赋带到洛杉矶 并找来龙多 实地分寸 麦奇上山入伙 此今王朝的复兴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前联盟第一中锋考新斯 拒绝了提胡两年4000万的续约 与锦州签下一份年薪530万的中产合同 五星勇士胡之欲出 板凳上还坐着一个FMVP 让人们纷纷断言 MBA已经大结局了 洗洗睡吧 7月5日 库里洗滴第三个孩子 阿燕莎在联产两名女儿后 终于生下一名男婴 让浩天一族有了第三代传人 湾区的媒体甚至爆料 续可靠消息透露 卡能库里将参加2037年的MBA选秀 总而言之 在18到19赛季开始之前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 勇士队已经把总冠军提前收入囊中 唯独多伦龙的霸道总裁乌杰里并不这么认为 7月19日 猛龙与马斯做出交易 他们送走忠心耿耿的队势第一人德罗赛 换来了战争机器伦纳德 在被扎扎垫脚之后 小卡上赛季只打了9场比赛 因为和队一各执几件 波波围棋不得不放走这位舰队核心 属于银黑战舰的荣光 也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但谁又能想到 乌杰里砸锅卖铁换来的小卡 一年使用权 将会在新赛季掀起超天巨浪 库里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滑倒 然后又接队友的传球 扔出一记三不战 你可以认为 这是金珠拉文的搞笑瞬间 也可以把它当作 勇士在18到19赛季高开低走的所以 库里在69场常规赛中 场均轰出27.3分5.3篮板 5.2助攻 有6场比赛 命中至少十几三分球 带领勇士以西部第一的战绩 进入季后赛 对阵快船的第一战 库里以95.2%的真实命中率 好取38分15篮板 7助攻 并平级8个3分 打破了雷阿伦所保持的季后赛 三分命中数的记录 不过另一位MVP队友杜兰特 在这一轮系列赛可不好受 贝弗利在J2成功对子之后 快船在最多落后31分的情况下 完成了史诗级逆转 路威和哈雷尔在这轮系列赛 打出了超巨的风惨 而库里则莫名其妙地陷入犯规困扰 赛前被认定毫无胜算的快船 居然偷走了两场胜利 G6还是靠住杜兰特的单场50分 才设想过关 拿下快船之后 距离西部半决赛 只剩下一天的休息时间 这位勇士队的生病爆发 埋下了隐患 西部半决赛 遇到针对性极强的火箭 这让常规赛从善如流的科尔 也不敢掉以轻心 只能靠增加主力上场时间 来与之死磕 前四场战爆 双方各自守住自己的两个主场 此时勇士的健康状况 已经亮起了红灯 库里中止脱臼 伊格达拉膝盖过度拉伸 克莱的腿 利文斯顿的宽 还有杜兰特的肘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影响 天王山一战 勇士在上半场 建立起14分的领先 但火箭在半场 掀起了疯狂的反扑 杜兰特只好用单打强行去命 然后因为疲劳过度 他在无对抗下拉伤右腿 一瘸一拐地走回了更衣室 那一刻 全世界都认定 勇士王朝即将灰飞阴灭 但之前一直退居二线的库里 又站了出来 他全场出战45分钟 并在杜兰特立场后的14分钟 独砍16分 以一己之力往狂澜于祭岛 佛大厦之将倾 不过失去了杜兰特 勇士的晋级之路依然被砍摔 而库里则再次站出来发炎 杜兰特整个系列赛都在帮助我们 接下来该让我们来帮他了 杜兰特的受伤 勇士的晋级之路无云密布 巴克利甚至在演播室放话 没有杜兰特 勇士赢不了任何系列赛 火箭也是这么想的 2比3落后的他们 在第六战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而勇士这边 只能靠着G6汤的各种神仙球 挽回失分 至于库里 他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生涯的代表作 上半场五头零重 还身批三次犯规 库里先是把自己打成了库克 然后从下半场开始 又变回了库号 面对火箭的无限幻防 库里在三截拿到十分 不过火箭依然掌控着局势 第四截的身体接触再次升级 留给勇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危难之际 库里先是在距离三分线 两米开外的距离 突失冷间 然后又命中一击抛头 逼着火箭开始使用 双人包夹的战术 随着比赛进入到最后五分钟 双方都出现了体能危机 命中率开始急剧下滑 但库里硬是在对方前后 加击下强行命中三分 不过这一球再次伤到了 他之前脱旧的终止 而哈登的三分 也让主场的球迷沸腾了起来 忍着剧烈的疼痛 库里利用个人能力连得五分 帮助勇士在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时 取得了五分的领先优势 但输球却意味着回家的火箭 在此时发起了孤注一致的反扑 胡子灯和圆脸灯连续命中三分 但库里在罚球线上八头八重 彻底抹杀了比赛悬念 整个第四节 库里掌获了23分 科尔在赛后表示 如果这种比赛还不能定义库里的话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了 而刚刚退役的维德 也在社交媒体抨击那些质疑库里的人 你们最好不要不尊重他 他是团队优先的球员 他愿意做出一些牺牲 但当他决定自己搞定一切时 他将是一头野兽 随后 库里在西角证实了维德的言论 他以场均36.5分8.3篮板 7.3助攻横扫了开拓者 率队连续第五年打进总决赛 上一次做到此壮举的 还是追溯到拉塞尔时期的绿身军 阿克利不得不改变了口风 库里用他的表现证明了 他为什么可以两次获得MVP 是时候把他重新加回 联盟第一人的竞争序列了 在勇士与猛龙在总决赛相遇 全没有47个州 希望五星勇士输球 显然他们已经成为了全民公敌 库里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种 别人看不惯 但又干不掉他的样子 加星就熟的在G1轰下 34分5篮板 5助攻 只不过勇士还是输了 杜兰特的受伤 让猛龙在内线予取羽球 而西亚卡姆的一军出起 彻底改变了系列赛的走势 他在最佳防守球员格林面前 实习投14中 拿到32分8篮板 5助攻 帮助猛龙118比109赢得开门红 G2勇士再次遭遇伤病 克莱因为腿经伤势 缺席了第四节大部分事件 鲁尼则在赛后被确诊为肋骨骨折 不过王者倒下之前依然是王者 他们评级第三节的一波18比0 艰难地把大比分扳平 G3克莱伤停 克尔把能上场的人 全都推下了前线 库里忍着手指的伤痛 狂揽47分8篮板7助攻 无奈猛龙6人得分上双 其中范弗里特喜得贵子后 一扫之前的阴霾化身乔丹 丹尼格林铁树开花 扔进6G三分球 猛龙再下一城 然后汤神回来了 鲁尼也回来了 在类官宣赛季报销之后 这位硬汉带着剧烈的疼痛 在G4奉献了他能做的一切 只是库里太累了 他已经连续四场出战40分钟以上了 这一场他手感不佳 只得到了27分 勇士陷入1比3的绝技 事到如今 勇士最后的希望 就剩下尚在伤病名单的杜兰特了 千呼万唤之下 此神强行复出 并在首节展现了 其毁天灭地的核能量 只是仅仅维持了11分钟 他就拼到了跟箭 接下来的故事 就只能用悲伤来形容了 虽然水花兄弟联手发难 在末节掀起三分雨 把玄念带回了奥克兰 但是G6汤再一次上篮后 痛苦倒地 他遭遇了佐西韧带撕裂的严重伤病 此时的库里 坐在球场的另一个角落 看着自己的兄弟 一个接一个倒下 金雕玉气的勇士王朝 就此土崩瓦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